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不过我们今天请到了海洋大学讲座教授 也就是前海洋大学的校长 黄荣建黄校长 他先给我们很多的 有关台湾海洋的历史 很多的东西哦 真的是从他手上开始出现 你们注意到 包括我们的环保学会 包括我们的 对核能电厂 或者甚至巴黎物水处理厂的 一个热水的排放 甚至我们的空污的一些变化 不过这个还是根之于 黄教授在中央研究院 很深厚的基础的物理研究 那在这一方面 黄教授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想 或者甚至成果呢 才会跟我们后面的实物连接起来 我们请我们的黄教授 自己来为我们说明 谢谢 那么主要当时在1970年代到80年代的话 因为台湾经济已经 陆陆陆续续起飞了 所以对电量电力的需求 急速增加 所以那个阵子呢 台电呢 需要扩建他们的 一些电厂或者扩建它原来原流的这个电力机组 那当然相对的我们因为通过中华民国环境保护协会 我们也在促使政府当局对环境保护的一些重视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它在成立了一个叫环保局 环保局 所以陆陆陆陆续续 就是我们就建议在对于比如像台电的旧电厂 我们希望在五年内能够更新 对对旧了我们给它一个比较宽的排放标准 那么对新建的一个电厂 我们就要求它是要达到比较客观的标准 所以在那个那阵子呢 台电就因为一方面它在新建电厂以外 对旧电厂的基础的扩建也开始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台电有比较密切 做了很多的合作计划 所以当时也要求台电 我说你要污染排放的话 你对大众教育要给他们看 你到底做了怎么样一个study 因为我们做了数字模拟的话 出来它看不出来 所以我的建议可以不可以 让我们在台湾大学 我那个造船工程研究所里面 我们来成立一个实验室 叫做海洋工程实验室 我说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 我可以用一个水槽 大的平面水槽 那么排放 透过排放 那么透过我那个 那个雷射的身形 我可以把排放的过程 很容易很清楚地展示出来 就好像现在我们可以展示在电视上 这些排放 那么这样我对民众在提议 在教育也好 让他们了解排放的一个过程也好 那么大概会比较帮助 所以陆陆续续透过两三年 那么台电答应支付2500万 然后总共我记得我们当初是6000万 要让其他有教育部来帮忙 所以我们就在台湾大学的造船工程研究所里面 我们就成立新建了一个海洋工程实验室 来专门做海航放流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一方面这个实验室里面 我们应该是造船 所以我们也做一些比较长的水槽 来做一些船舶托拖引的一个主力实验 所以是两方面 一方面做热水排放 温水排放 一方面做船体运动时候的主力实验 船形状的设计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水槽大的平面水槽 也可以做海岸码头里面设置的时候 海岸地形或是你的这个黄泊地设置的一个研究 所以大概我们就在台湾大学造船工程研究所 就兴建了这样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还在 不过目前因为系里面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动有点改变 所以现在大概用的比较少了 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 因为环境开了路续续起来了 在内府 他们那时候要焚化炉的兴建 他们需要用焚化炉来处理一些垃圾的问题 但是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焚化炉的排放 那么扩散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当时我们也跟几个机器一位同仁也在讨论一下 要不要我们也来设置一个 兴建一个叫做环境洪洞专门来探讨 这个污染物也好 或者风力对建筑物的影响 或者污染物排放以后 它的影响怎么样 所以我们也一方面 透过那时当时的经济部的能源局 给我们一笔经贿 然后我们就在中央研究院物林就所 新建了一个环境风洞这个实验室 那么我们第一个做的研究就是内府焚化炉高度 就是烟囱的高度到底要多高 因为我们知道内府福安鲁附近它有很多山丘 然后你到底要多少 那个烟囱要多少高度 才会对附近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第二个我比较自己两个实体上的一个实验室 一个是在台湾台大兴建一个海洋工程实验室 一个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 新建一个环境风洞实验室 这是比较我们真正进一步的 不只做一个实质模拟 我们希望更彻底的透过实验室的模拟 来展现我们这个实验室的一个成果 好 黄教授刚才讲的 基本上就是已经把理论跟实质的变化结合起来了 可是我还是想要问他一个更严肃的问题 结果您从这个海洋的放流或者空气的污染 它真正发生以后 对我们环境也好 对社会也好 所产生的变化是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你在这个地方能够说明一下 因为一方面如果你的污染源的排放 如果你的排放的措施不好的话 它对你整个海洋生态环境是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这个排放 我们知道台湾的西海岸 很多早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鱼业的捕获区 如果你排放不良的话 它可能造成海洋的污染 造成对鱼业生存的一个关系 那么第二方面同样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吃鱼的话 那么这些污染物会有过重的话 其实对人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伤害 然后空气污染更严重 对我们每天都要要复习 如果空气不好的话 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在台湾 特别在710年代80年代 因为经济起飞 工业发达 很多的摩托车 很多的汽车 大量就在被使用 所以排放的污染源越来越大 所以那个排放就非常严重 所以因此做这个加乘效果 然后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些污染排放 如果能够控制的好的话 至少对这些排放源的加乘效果就会减低 对人体的健康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黄校长 所以你讲的就是我们排放口 排放出去的污染的源 包括在海里面 可能就是要跟当地的海流地形做共同的分析 然后来决定你的排水管要怎么做 那空中的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请您跟我们做更详细点的说明 排放源的控制第一个当然是一个排放源 你要选择适当的排放点 然后你排放的量 这两个是控制的 所以点跟量 如果你没有做一些很好的规划的话 那么对四周围的环境会有影响 比如说像河山厂 在南台湾大概方教授最清楚 那么如果你的温水排放 没有做了很适当的话 那山浮的白化 白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空气也一样 烟囱的高度 你到底因为我们知道烟囱的高度 越高是越好 越高的话排放出来的对环境的影响是会越好 但是越高的话它建设成本越大 所以怎么样在两边方面取得适度的一个磨合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做study的主要的目的 除了这之外 在我们这一节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您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譬如您做了说那个台风跟爆炒 或者跟台湾山脉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给我们做一点点的说明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等于台风台湾山漠地形对台风路径的影响 我们就在一个水槽里面 那么我们做台湾岛的模型 然后我们在水槽里面做一个台风 那么这台湾就是流体力写的一个Vortex 一个漩涡 对 漩涡 然后看看它这个 从不同的地方接近台湾岛的时候 那么这个Vortex会动 它会飘 飘以后我们就可以来Trace它的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就是我们可以来预测 当台湾台风在台岛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它可能它的前进的路径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我们就可以来做预测 那么这个我们曾经跟中央气象局 有长达大概三年的这样一个合作 我记得印象最深 有一次台风要来的时候 我们在晚上就特别做实验 来看看做预测 来看看会跑到怎么样的地方去 非常有意思 您可以从这一节的黄教授的叙述 你们可以看到理论跟食物又怎么样有更多的结合 不过在下一节 黄教授会跟我们讲一个 跟食物中的食物的结合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下一节再听他说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